中路颱风迈德木来势汹汹 目前位置在花莲南南东方海面 未来持续朝上西北移动 而暴风圈已经接触到东部陆地 颱风路径也受到地形影响 有难移的趋势 西洋局预计入业之后 颱风中心将从花莲登陆的几率大 并预测首当其中的宜兰花莲 尤其是山区 总雨量最高将到达900毫米 未来颱风移动的路径 有稍微往南修一点点 大概是在花莲 或者是接近台东的北侧 这一带接近台湾陆地 所以就总雨量来说的话 在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的山区有略为下修 那现在预估总雨量 最大出现的区域是在 宜兰跟花莲的山区 有机会达到600到900毫米 另外离岛的蓝与绿岛 都已经进入暴风圈范围内 蓝与附近也出现 17级以上的强阵风 以及14公尺的浪高 提醒当地居民要格外小心 在蓝与我们已经观测到 17级以上的强阵风 那它在3点到4点这段时间的 湿雨量也已经超过50毫米 累积雨量也超过了100毫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未来这一段时间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蓝与跟绿岛的强风 跟豪雨的状况会明显地增加 麦德姆中台将在今天晚间 一直到明天 将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 暴风圈范围会笼罩全台 所以全台各地都要严加戒备 防范雨势所带来的影响 这怎么着呢 打给我台北市的採访报道 好 打击好